欢迎收看东南传媒香港再出发 我是范循丽泰 我希望和各位香港市民一起重建香港东方明珠的光辉 令我们这个国际城市再次为世界贸易服务 大家好 欢迎收看《香港再出发》 上一期节目我们邀请了一位政治前辈 亦都是我们香港前立法会主席范徐泰泰 和我们谈一谈关于立法会的一些问题 我知道这几年范徹一直在做青年教育的推广工作 帮助香港的青年人了解中国的历史 文化和国家的发展 我们很多人都说香港青年人出了问题 到底他们出了什么问题 怎样帮助他们再出发呢 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和范徹聊一聊 我们都见到现在的立法会议员 特别一些年轻的立法会议员 其实他们在就任之前都要宣誓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 要效忠一国两制 你发觉现在的年轻人 事事都政治化 他们会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环境里面 这些议员或年轻人 对立法会的理解有没有偏离轨道 我想他们当立法会是个街头 香港这个立法会的议事规则等等 都是其实成全于英国的国会 英国的国会很重视一件事 就是你唇槍舌劍 但是不失君子风道 才可以说得出来 令人信服令人觉得佩服你 但是香港立法会 就是在我做主席的时候 大家都仍是守规矩的 间中有一两个不守规矩 跟他们在停了会议会之后 都能够达成一些共识 大家如何处理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立法会 已经没有这种气氛了 现在的立法会 那些有些年轻的议员 好像觉得不推人 不同人有身体接触 好像不过人 还要脱一对鞋到处走 跳上桌 这些完全不是我们当年所了解的立法会 那为什么立法会是要有这种君子风道 但是唇槍舌劍 其实因为你是审议法律 你做法律的时候 你当然是各个角度的想法 看法都有 所以大家要拿出来说 然后找得到共识的最好 找不到共识的就是用民主方法来表决 但是现在根本不用说 我骂你就可以了 骂哪有道理 就是情绪的法事 根本都没有道理 这种情况就是立法会成为 我看立法会就是看戏 我不是在看一批有色之士 在讨论一些重要的对香港有影响的原因 所以立法会能够去制衡政府的能量越来越低 如果你得到大家的尊重的话 那你制衡的力量就大 那现在的制衡力量 你讲得非常之间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香港老百姓 我们经常看新闻 看一些画面 我们就真的觉得 因为其实立法会是一个权威的机构 它应该有一个权威性 大家就刚才你说的顺槍舌劍 大家讲出自己的道理和理据 但现在不是 现在讲到立法会做议员 要淋文淋帽 因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随时都有被人肢体的接触 所以你也有说 你做了十年的立法会主席 之后再做十年的人大常委 你觉得非常之轻松 但是如果放在时下 如果你是现在的立法会主席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工作更加艰难 其实主席艰难的地方 就是当你主席被人执倒 你做得不太对 那个艰难 那个压力是哪里来的呢 就是如果我说句话 我用错一些词 或者我误解了那个议员的意思 而作出一个回应 那那个电视台就会不断地滚动 就广告出来我这个错 那这个情况 现在坦白说就不再重要了 因为反正也是打架而已 反正也是吵而已 所以主席其实就是现在的主席 就差不多要很决定 很快就要控制它场面 因为场面经常都不受控制 但是你主席说错话 有一样会面对这个 新闻不断播你说错那句说话的情况 但是因为现在 大家有人在那里吵得那么紧要 很多时候主席说什么 好人听不到 所以其实刚才你说的 其实立法会已经失去了 人民对它的尊重的权威性 所以它对政府的制衡 或者是已经产生不到作用的能量 是越来越低了 那我们都见到 今次选举有12位的参选 泛民的参选人被DQ了 那其实他们就说 这个是蝕取政权 又说是欠债的一个 徹底的崩溃 那其实你作为一个政治前辈 作为立法会前任的立法会主席 你觉得这个是铁证如三 还是真的好像他们所说的 叫瑜伽之罪呢 其实我自己就未曾有机会看到 那个选举主任 不认为这些个别人士 是有真诚地拥护基本法 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业行政区 整篇文章我未有机会看 但是呢 就算我没有机会看 我也知道这个选举主任 写了这封信之后 随时被人去司法覆核 以往也都发生过 但是在司法覆核的过程里面 我们以前看到 曾经有些选举主任所作的决定 被法庭说无效 理由不是说他作的决定是不对的 只是他没有给到个机会 被那个参选者来辩护而已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真的认为 那个选举主任是做得不对的 你去司法覆核 你又不是没做过 很熟悉的 而且你们请律师 要么就请自己的律师 要么就去法援署 叫法援署帮你去给钱 你的律师和你打官司 又是用納税人的钱 这些以往已经是惯例 但是他都没有用 即是说 选举主任的决定 他没有办法去挑战 那没有办法去挑战 那又怎样呢 于是就找些 抹黑 煽动的原处理 是吗 憲制又破坏了 其实谁在破坏憲制 由头到尾 都是攬炒派在破坏憲制 所以他们事事都政治化 就算国家对疫情 对香港的支援 包括派先遣队来 他们都要政治化 又觉得不下规矩 又蝕取DNA 有各种无数条的反对理由 听说最近 又去骚扰这七位先遣队的队员 其实对这些 连疫情的支援 就算是全民警七 或者是见方仓医院 所以对国家的支持 他们都要政治化 去这样理解 我们普通市民都觉得很生气 我想普通市民 就应该在整个过程里面 认清楚他们的面目 知道这班人是什么人 以后等到明年投票的时候 你不要去 投一些会破坏香港的人 投一些是信得过的 是正正常常的人 用自己的选票来决定香港的未来 没错 说到现在香港很多人都说 最大的问题是香港年轻人的问题 年轻人的问题 他们生活是一个 事事都是政治化 高度政治化的一个环境 他们都未来充满着 很迷茫 觉得没有前途 范太也是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的 其中一份子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 也都很主要的工作 在帮助年轻人 帮助他们就业 帮他们再培训 对于这些对未来前途 感到迷茫的年轻人 你有什么建议 有什么真心说话 想跟你分享 其实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都是对于自己将来 都是有些迷茫 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自己是积极地去想 我怎样可以应付 处理到这个困难 让自己再走前一步 就不是站在那里 就骂 埋怨 老爸老母 为何不赚多钱 让我舒舒服服 为何这个社会 那些老板 不看褫我 我有时间 我都自己去提升自己 我免得去骂人 因为只有提升自己 积极地面对 你才可以走一条路出 但是我们现在的青年人 我不是怪他们 但是他们实在生长 在一个环境里面 是挺富庶的 家里父母对我很棒 回到学校 我们现在流行的教育方法 就是叫做 增加他的信心 英文叫reinforce 我们学西方 如果一个学生做得不好 我们就说不要紧 你们可以的 如果一个学生做得好 一点 你真是好 你很厉害 你继续努力 从来没有告诉他 你不太行 你应该要想想 如何去提升自己 没有的 还加上一些人说 坐牢是人生光荣的 这些是难得的经验 你一定要去试 你叫那些年轻人如何 所以有些是不满现实 就觉得 现在我没有可能买到楼 以我现在赚到的钱 我将来真是不知怎样 所以很多不满 对现实不能接受 没有办法面对自己 其实要去提升自己 他也不太想 范太你这个分析真是很到位 所以我知道你这几年 做很多青少年的一些 教育的工作 包括他们对中国文化历史 对国家发展的一些认同 推广 所以你现在是我们 勵进教育中心的主席 其实已经有四年的时间了 这四年大概都做了一些 怎样的活动 又取得了怎样的成后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先讲 其实我们做很多 老师方面的活动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想一些学生 能够 例如对国家有认识 先教到老师 老师有认识的时候 他就可以将一些真实的情况 甚至是照片或短片放给同学看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是有做一些比较特别的 我们不是带他去某个地方 去看这个地方 我们是有个中心点 譬如我现在去看中国的能源 或者我看中国的航运 或者我看中国的科技发展 看完之后 那些老师就觉得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的 看完回来的老师就知道 但我可以告诉他们 我们这些活动 我相信来的人 多数都是 不是黄的黄丝 他都愿意去了解一下 但香港的而且有一小撮人 他是不想了解 这些我们也没有办法 但只希望其他的人 可以给到机会 例如历史方面 其实读历史也挺沉悶的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 这方面有两个项目 一个就是星星讲故事 我有看到那边有很多图片 就是找一些年轻人和名人 帮我们讲故事 他每人是飾演一个角色 那些故事在网上播 全部都是历史人物 让那些小朋友 希望他和父母一起听 听完之后 希望他在脑里面有个印象 以后 读到这些人 就联系到了 另外一方面 你知道中国历史的DSE 文坪士 很难拿高分 所以我们又要帮他们拿高分 希望帮别人读 为什么要拿高分 因为要大学 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中史史提解码 在网上 每一年就会有六十条问题 这个六十条问题 是有些很疾心的教师出了 同学看完之后 他如果喜欢 他可以参加一个问答比赛 是那些multiple choice 即是他答到一个 拿分 足够分的时候 就换书卷 甚至如果你拿得够多 可以去参加游学 很多谢范太 麗进教育中心 做了这么多工作 其实最后都想问一问 其实对于香港老百姓来说 他们都想生活得好些 但是因为疫情 和政治风波又加在中美之间一些竞争 令到整个香港的经济民生 应该说是非常惨 和整个GDP不断下降 作为香港再出发 是联盟的一份子 如何在经济民生方面 有什么具体的措施 可以帮助到香港的经济再出发 民生再出发 我们香港未来应该着眼于何处 我想我首先要说一件事 就是中美 就是美国针对中国 和一些五眼联盟 甚至将来变成六眼联盟 针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是不会减少的 只会增加 直到他们自己受害为止 那时候他们自己的经济就下跌了 那我们香港呢 其实我们后面的后统 就是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呢 如果疫情少减的时候 经济复苏呢 我相信我们的国家 是会走得比美国更快 很多的 那香港亦都会受到它的利益 所以在经济复苏方面 我不是太担心 因为后盾够强 那好了 民生方面呢 的确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但第一个要解决 就是那个房屋问题 那我们七百多万人 在一个这么小的地方 居住环境很凄逼 随时都会发生一些问题的 疫情 大家接近得多的自然麻烦 大家的冲突 因为住得近 生活的压力等等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我们真是有能力的 要考虑不要住在香港 住在大湾区 长远来说呢 我觉得政府是要考虑一下 不单止你说填海 填海是一个很长远的工程 十年后才建效 但是现在能不能够 在内地找一些交通 和香港连接得比较方便 还有用摆道车 直接在那里建一个 你说叫做香港村也好 香港城也好 里面有些房屋 价钱跟香港是差很远的 我们香港人是可以选择去的 还有里面要有香港式的学校 让小孩可以将来回到香港升学 有医院 现在我们香港也有一间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深港大学深圳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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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不少 一定有香港式的茶林 因为我们的老人家 老实说在香港住得不辛苦 我去那里住得很开心 但是子女和孙孙孙 如何来探计我呢 交通方便便可以来 接着一中两件 这些不可免的人生的 乐趣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地方 年轻人买了那地方 不用自己去住 等家庭的老人家去 然后将来慢慢自己再上去 我觉得政府是要想这方面 好多谢 好多谢范太今天 和我们很真心的 很乐地的分享 一些自己的人生的 从政的一些经验 和自己对香港 现在未来的事体的一些分享 那我们亦都希望 我们全香港七百万市民 真是放下政治仇限 放下政治偏见 有我们强大的祖国 在我们的后盾 我们无论是经济 民生 无论是政治 都希望可以朝着 更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一起努力再出发 好多谢范太今晚 接受我们的访问 好多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